林三生以心想要回去见他的婉儿 自然是点头答应了 徐福立刻说了自己的要求 林三生听完之后彻底争住了 徐福说道 怎么 你不愿意帮忙 林三生轻轻摇头 说道 除了这个 什么都行 就算让我背叛阴司 为了婉儿 为你一孤行到底 但是这条件 这条件怎么了 徐福脸上露出了耐人寻伪的笑容 林三生一咬牙说 让我背叛邵阳 这个 我绝对做不到 徐福笑道 难道 邵阳对你来说 没有那个姑娘重要 大丈夫有所为 有所不为 林三生对他攻身行累里 正了正色装 如果这件事的代价 是让我帮你害少养 那我收回之前的请求 徐福望着他 眼神还是民一般的深邃 缓缓地说道 如果你不答应 我要杀了你呢 杀便杀 我也打不过你 又被你困在这 横竖也是个死路一条 我若是你的对手 早就动手了 徐福望着他 微微点头说 且听我与你分说 在锐冷鱼的要求下 两人晚上还是分床睡的 叶少阳吐纳了两个周天 感觉十分良好 一睁开眼睛 发现黑暗中 有个人在看自己 当下吃了一惊 仔细一看 却是小九 心头一喜 立刻站了起来说 你怎么来了 小九微笑道 早就来了 看到你在吐纳 我就没有打扰你 身为妖仆的他 对叶少阳在房间里 布置的一切禁止和符肘 都有免疫 因此可以悄无声息地进来 叶少阳拉着在床边坐下 自己站在他面前 小九两个眸子在黑暗中 闪着星星一样的光泽 你最近怎么样了 挺好的 小九点了点头 像个没人照顾的小姑娘 根本没有一点妖王的架子 对了 我刚进来的时候 发现隔壁有人 只看了一眼 是冷遇 他什么时候过来的 有一阵子了 不知道为什么 在小九面前提到冷遇 叶少阳总觉得有点不自在 小九好奇地问道 那你们为什么要分开睡 不在一起睡 叶少阳有些尴尬的干咳了两声 是话说的 我们又没结婚呢 为什么要在一起睡 随即怕小九纠结这个问题 于是就问道 你这么晚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要对付吸血鬼的事 怎么样了 搞定了 叶少阳怂了怂肩 很顺利 彻底结束了 小九对别的事情也都不关心 听他说搞定了 也就没有多问 说道 少阳 我调查出来一些情况 赶过来告诉你 兰若寺那边 我派人去查了 在星宿海被占领之后 兰若寺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 也没听说过 关押过什么人 这一点 可以确定 叶少阳沉吟着点了点头 既然小九敢用确定这两个字 那显然不会有问题 因为广宗天师给的线索太少 之前他还找过林三生去问过 广宗天师也没有去过清明界 也只是知道 燕池霞被封印在了兰若寺 至于在什么位置 是谁封印的 就完全不知道了 叶少阳之前担心是清秋海所为 听了小九这么说 确定是跟他们没什么关系了 不过 我确实打听到了 有关东黄中的线索 小九接着说 我之前说没听过 是因为我一直在人间待着 对清明界的事也不太了解 我回去问了阿子他们 原来数千年前 确实有过东黄中的传闻 也确实在兰若寺 跟你说的一样 叶少阳顿时眼前一亮 他之前最怕的就是 广宗天师的线索不准确 既然传闻对上了 那说明一切都是真的 东黄中既然有 燕尺侠自然也是有的 东黄中这样的宝贝 应该不少人会感兴趣吧 没有人去探寻过吗 叶少阳问道 当然有 我问了阿子他们 他们也说不清 这个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 至少有几百年 或者上千年了 当时他们都还是小狐狸 根本不清楚 反正有一段时间了 清明界疯传兰若寺里 有东黄中 可以确定 有这个传闻的时候 兰若寺已经破落 但是星宿海 还没有进驻那里 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 有不少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前往兰若寺寻找东黄中 都没有结果 兰若寺就这么大 既然找不到 也就没人信了 后来 星宿海就进驻了那里 据说兰若寺所在的地方 一共有七座山 兰若寺所在的山峰 灵气充盈 是非常好的地方 之前 也有一班妖精占据的 后来被星宿海赶走 占据了山峰 兰若寺就在星宿海 两座主峰之间的山谷里 我刚才打听到 这里被星宿海 列为了门派清修的禁地 长期有人把守 不让任何人接见 我派取的人 也是没法摸进去 所以只调查到之前 清修禁地 叶少阳皱起了眉头 思索片刻说 这里头有情况啊 星宿海占据了这里 作为山门 虽然说起来是 贪图那里的风水 但也够可疑的 又把它作为清修禁地 常年把守 要是说这里头没有文章 我是不信的 小九点头说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叶少阳说 照这么看 我们想去调查一下 兰若寺的遗事 没有希望了 只有可能 整个禅教现在 对你都没有好感 对我们清修山 更不用说 何况那里是 清修海的清修禁地 想要正面跟他们沟通 进入兰若寺 根本就没有可能 叶少阳皱着眉头 难不成要硬闯 小九摇里摇头说 硬闯别人山门禁地 后果非常严重 而且那里是山谷 容易被人合围 少阳 如果可以 我愿意倾尽力量 去帮你 都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现在 根本不知道 要找的人在哪 就算真的在那 你找起来 恐怕也要时间 大时候 还没有找到 我们就已经被围住了 叶少阳神 洗了一口气 想了想说道 兴朽海的实力怎么样 兴朽海有七大山门 分别是 天书 天玄 天机 天拳 玉横 开阳 遥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